还有一点时间,大家有什么疑问就可以提问题 顶礼上师,这是一个网络的问题 经常说修行行善作恶,要后世会有不同的果报 这说明轮回中有一个恒长的我在接受果报吗? 但是中官告诉我们,没有一个恒长的我,这矛盾了吗? 轮回当中的我,我们刚才讲得比较清楚了 比如说,这张桌子,这张桌子就母工他就做了一个这样子的桌子 然后呢,最后就这个灰灭之前,我们一直都认为有这个桌子 所以我们可以用来这个用,可以用 那这个我们从母工制作这个桌子 然后我们在生活当中永,最后毁灭 这个中间,有没有一个东西呢? 实际上就,我们认为是一张桌子 这个就是他的连续 这个我刚才讲过了 那么自我也是这样子 自我,我现实,心善,然后来世,相守 那么现实和这个赖世的这个自我 这个上面呢,就只有一个连续的这个我 连续的东西 这连续的意外就没有什么了 所以呢,中官里面讲无我 然后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或者是世俗的意义当中 将有我,那这实际上是不矛盾的 有我,有什么样的我呢? 就有这种连续性的这个我 那实际上这个连续性的我呢 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所以这两个不矛盾 好,鼎鼎相师 您刚才说到两个事物之间没有相互作用 并且提到微观世界 从宏观可见的事物不存在 但是在物理学中 微观两个原子之间是有相互作用力 比如说有引力、赤力等等 这种相互作用力 是两个原子同时存在的时候的相互作用 这与您说的似乎有点不同 请问该如何理解 是的 无理,无理学也有很多物理学 有经典物理学 然后有这个显代的物理学 然后也有相对论像量子力学 有很多很多物理学 然后比如说经典物理学 它的很多种经典物理学 就是1900年以前的物理学 都叫做经典物理学 比较老的这个观念 那么他们的很多的观念 就是这个在这个 就达不到这个量子力学的这个神度 然后量子力学呢 也就达不到佛教降的这个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神度 所以这两个比如说物理学里面呢 相互之间是可以 可以这个比如说滑雪的繁衣 原子跟其他原子的这个这个作用 都是可以有的 但是这个呢 还没有还没有分的 像这个佛教里面讲的那么的习制 如果把它分的那么习的话 那么神的话 那同样也是不可以的 所以这两个可以这么说 经典物理 量子理学 然后佛教的这个未观世界 这三个的层次有点不一样 所以这个 物理学里面可以的 佛教的这个层面是不可以的 然后呢 这个经典物理学里面可以的 量子理学里面是不可以的 可以这样子理解 还是网络问题 因不造成果 无法向它传递力量 那么果是从哪里来的呢 对啊 就是果是没有来出来 没有来源了 所以叫做无来无去 林立上师请问 因果不空和因果空 怎么样理解 因果不空和因果空 怎么样理解 那应该是 因果不空的话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红管世界 甘管的层面 世俗的当中 因果永远都不空的 它是真实的 昨天前面也讲过了 物错谬行 物便衣行 正式行 然后就是法定行 什么这些都是 实际上就是 真实不虚的意思 这个就是在 甘管的层面上 因果是不空的 存在的 然后空是怎么理解 然后深入了结的时候 观察的时候 然后就因果的这个 关系 关系是不存在的 所以呢 这个时候就叫做 因果空 应该是这样子理解 这是一现场的问题 请问上师 证物空性之后 直到成佛 还需要经历 哪些修行的阶段 证物空性了以后呢 证物空性 我们刚才讲了 比如说像 大圆满的这个证物 还有禅宗的证物 很多的证物 初补的证物 都是佛教的这个 物道里面的第二 第二就是嘉兴岛 然后嘉兴岛完了以后 还有监岛 监岛完了以后 就是学岛 学岛完了以后 就是成佛 所以这个后面呢 还有有些 还要 还有一些 路还要走 这是一网络问题 顶礼上师 我想问一下 昨天讲的圣意地 世俗地 和宏观世界 微观世界 是相对应的吗 是否宏观世界 是世俗地 微观世界 是圣意地呢 不能这样子 完全对应 不能这样 完全对应 但是呢 比如说 圣意地和世俗地 它也没有一个 绝对的定义 它也是一个 一个相对的 比如说 比如说 比如说有 佛教里面 有四个 四个脚牌 佛教里面 不是藏传佛教 佛教里面 比如说 大乘佛教 小乘佛教 然后小乘佛教 分两个 大乘佛教 也分两个 那么 小乘佛教的 这个圣 圣意地 是大乘佛教 的世俗地 世俗地 然后比如说 大乘佛教 有魏师和中观 魏师宗的 这个圣意地 是中观的 这个世俗地 世俗地 对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是不能 完全这样子对应 不是绝对的 是相对的 这个圣意地 和世俗地 它本身就是 就是相对的 所以 这个小乘佛教 它有它的 圣意地和世俗地 然后大乘佛教呢 大乘佛教 有大乘佛教的 圣意地和世俗地 包括我们的诗觉 它也有它的 圣意地和世俗地 告诉大家 我们 我的诗觉的 圣意地是什么呢 我们大家看到 这张纸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看到 这个是 白色的 这个是我们的 圣意地 它的圣意地 正确无误 它看到了 它的颜色 然后呢 有一种柄 得了这个柄的时候呢 所有的 白色的东西 都会变成 黄色的 如果我们 大家都得 这个柄的话 我们一看 这个是黄色的 这个是我们的 这个 诗觉的 世俗地 诗觉 也有 世俗地和 圣意地 然后我们的 听觉 也有 世俗地和 圣意地 所以 这个不能 完全地 对应 我是 为了大家 方便 理解 就宏观世界 和微观世界 和圣意地 世俗地 对应 对应 讲 而已 谢谢 上师 这是一个现场问题 他说 如果我一个人 离开了这个道场 而把其他人 关在道场里 那道场里的样子 离开了我的眼睛 其他人却在里面 那道场里面 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其他人在的话 比如说 其他人看的话 因为其他人 他自己的 识觉参与了以后 你走了 也不会产生 什么影响了 因为其他人的 识觉还是在看 就是说 所有人走了以后 就是当这个地方 没有一个人的 识觉参与的时候 才会发生 才会发生变化 如果 有一个人看的话 那是他自己的 识觉当中 就不会 另外一个人走了 不会有什么影响 还是现场问题 请问上师 相由新生的相 等同于 设计是空的设吗 不是 设计是空的设 这个范围 就是没有这个相 怎么光啊 这个相里面 万事万物都包括了 这还是现场问题 既然果不由阴生 为什么芽 不在种之前出现呢 为什么种的 下一刹那是芽 而不是石头呢 这个比如说我们 中子和这个 比如说芽 在这个中子之喉 之前 这些说法 都是我们的眼睛 看到的 它在前 还是它在喉 都是我们的 识觉先去看 看完了以后 再去 我们的意识 去定义 这样子 所以这个仙和猴 在宏馆里面 那宏馆里面呢 没有说 鸭不从终生 鸭肯定是从终生的 宏馆里面就 这两个就不能混在一起 鸭不从终生 这个说法 不是在宏馆里面 而是在尾馆 或者是生意地里面 这两个不一样 层次不一样 这是网络问题 如果视觉参与的原因 而产生连续性 也就是错觉 墨学这里有个疑问 如果没有之前的参照物 那我们怎么可能产生 所谓的连续性 这里墨学认为连续性 应该是最起码相同的 两件东西 才能产生相似的连续性 而这个连续性 是所谓的错觉吗 连续性是不是这样子 比如说连续性 就是把一个 比如说我们看电影的时候 一个影片上的 24人突 一秒钟的时间当中 就通过这个镜头的时候 然后我们在这个银幕上 就看到一个人的这个收 正常的这个活动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的收 实际上是从离开这个桌子 然后就一层一层地往上走 它是没有连续性的 这个音片上的这个图片 是没有什么连续性的 但是因为熟度的原因 就是我们的视觉里面呢 我们看不到它的一个一个 一个一张一张图的变化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连续 而是一个连续 那么这个连续是错觉 这个连续是错觉 这是现场的问题 请问上师 解脱成佛的音和缘是什么 解脱成佛的音和缘啊 解脱成佛的音和缘 第一个 它的音是正五空心 它的缘是比如说积累福宝啊 还有六度里面 我可以这么说 六度里面的这个知灰 知灰是我们成佛的音 然后其他的五个呢 就是称佛的缘 这是网络问题 林立上师 我的问题是缘起 是不是等于轮回 不是 缘起啊 轮回也有缘起 然后呢 涅槃的这个过程 也有缘起 但是呢 涅槃了以后呢 到达了这个涅槃 然后就 这个缘起 缘灭 这些概念都不存在的 这是网络问题 请问上师 佛一开始说 因果存在是方便说对吗 实相其实 是因 也不存在 果也不存在 是这样子的吗 反而上师 方便说 方便说 佛教里面经常有方便说 这个方便说 也有很多不同的层次 不同层次 比如说 这张纸 它本身是白色的 它根本不是黄色 但是呢 佛有些时候会说 这张纸 是黄色 它也会告诉我们 这样子 那么这个 是现实生活当中 都不可能的 不可以的 不对的 那么这样子的方便说 也有 比如说 在现实里面是 不符合实时的 也有这样子的 这个方便说 另外一个方便说呢 比如说 从空性的角度来讲 那么 因果呀 成佛呀 这些都是方便说 所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佛一开始的时候 有这个 银和果 这个是不是方便说 可以说这个是方便说 这个叫做 不了义 也叫不了义 不了义的法 这是网络问题 体会凡夫肉眼 所见皆幻象 对于观修诸法实相 即缘起信空 会有很大的帮助 这样去 这样去观修的要点 能否请上师 再指导一下 我们的肉眼 对 肉眼看到的 他说的 我们凡夫肉眼 所看到的都是幻象 他这样去观修诸法实相 即缘起信空 对 是 我知道了 对 这是我们的 容颜所看到的 都是错觉 都是幻觉 首先要去这个 去理论上 明白 然后去思考 确定 再去小华 这样子对我们的修行 当然有很大的帮助 这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 这样子就 从这个 从理论 变成了自己的体会 从体会 然后就变成了这个 开悟 真悟 所以就是有很大的帮助 顶礼上师 这是一个 是网络的问题 因缘是否就像电影胶片一样 每一帧都不一样 都没有关联 都不复为因果 但是连续播放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视觉差 使我们的感觉 画面是连续的 是互相关联的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 是的 完全是这样子 万事万物都是这样子 这是网络问题 请问上师 既然我们都要发愿 往生极乐净土 我们是不是只需要 修净土法门 为什么还需要 去一阵无空性呢 如果是选择 这个净土法门的话 就只是念佛就可以了 证无空性当然是需要了 但是呢 证无空性就是 互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后 就可以证无空性的 所以念佛的人呢 他也不需要 这一生当中证无空性 不证无也没问题的 只要好好念佛 能够互生 到时候就会证无的 现场问题 理理上师 请问缘起和空性 是同一次吗 同一次啊 缘起和空性 有些时候是同一次 有些时候呢 还是有点不一样 有不同的意义 这个基本上 刚才已经前面讲过了 这是一个现场问题 请问上师如何看待 心中心密法 法王如意宝当年 是否肯定过 原因老人所传授的 心中心密法 法王如意宝 有没有肯定过 这个我不知道 没有听说过 法王如意宝 评价这个心中心 但是心中心 它本身是这个 《大藏经》的 这个唐弥里面有的 所以这个法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但是呢 修持原因老人的 这些修持啊 这些我也没有去研究过 这个我不太清楚 现场问题 我是惠登禅修班的学员 现在才修到寿命无常 深感到时间的紧迫 请问上师 能不能在修 共同前行的时候 同时磕大头 同时磕大头 可以的 但是呢 磕大头的话 我们光是身体的运动 它没有太大的作用 如果要修 这个磕大头的话 那必须要跟 上师瑜伽的修法 一起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由于要修 上师瑜伽的修法 然后又要修 死前心 这样子的话 时间上 是不是有一点冲突啊 如果没有冲突的话 是没问题 可以这样子 这是网络问题 还是关于惠登小组 他说 我所在的城市 目前暂时没有惠登禅修 共修小组 请问我可以根据 惠登禅修的法本 自己进行四加型 和五加型的修学吗 反正上是 可以的 可以看书 然后就通过网络 看这些食品 学习是没有问题的 最后修的时候 就要得一个传称 这样子就可以自己修了 这是网络的问题 比例上是 弟子是一名法官 在工作中 经常会碰到一些 抢劫杀人 强奸杀人 拐卖杀害儿童 等恶性案件 按照国家的法律 规定 理当判死 弟子所做的判决 是否会触犯 大成戒律中的杀生戒 这个就是有点难 这个 就是有点难 从英国 佛教的英国和这个法律 有些时候呢 这两个是温和的 没有冲突的 有些时候 有冲突 比如说想夺台 法律的角度可以夺台 当然不是全世界 所有的法律 然后呢 英国的角度是不可疑的 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就是 好像有点冲突 这是一个网络问题 林立上师 在必须抢业绩 就是压力很大的工作 和生活当中 我们如何运用 缘起信空的 这种佛法的道理 这个我们要运用的 这部分呢 我们下面 要看 要在下面讲 还有一个是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 要应用的话 那当然这个理论是最后 是要落实到生活当中的 凡是生活当中 不能落实的这些理论 仅仅是理论 这些我们学了 也就没有太大的用 要理论 要这个落实 那么落实的话呢 这个可能是一句话 两句话 说不完 我想的话 比如说 万事万物 它是有阴有缘 然后呢 我们的压力 也是这个有阴有缘 如果你不想有那么大的压力的话 首先要去寻找 这个压力是从哪里产生的 然后找到了这个原因的时候呢 如果你不想有这个压力的话呢 那就是你这个再去找什么样的东西 就可以解决这个压力的来源 然后呢 就是把这个东西找到了 把压力的这个根源 根源除掉 这样子以后呢 这个压力就会消失 等等 元气星空的内容很光 生活上都用得上的 这是一部分 其他的我们可以慢慢学 这是现场问题 如果受八关摘戒时 已经发愿 每个月受持两天 但是其中一天已经犯戒 另一天继续受持的时候 是否还有戒体呢 戒体有和没有 就不好说 但是还是要继续受 继续受有功的 现在是最后一个问题 这是网络问题 定理上师 我一直觉得因果是很简单的规律 没有想到您今天讲过之后 原来是这么复杂 我还是初学者 您觉得适合思考这个问题吗 初学者的话呢 这个我想啊 比如说他的 他的这个基础 比如说学理工科的 这个基础比较好的话呢 从佛学的角度来说 他是一个初学者 但是呢 这个思考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学 然后这个之前 没有这样子的基础 然后以前也没有学过 没有思考 像哲学啊 理工科这些都没有学过 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基础 然后学佛也是刚刚学的话 那就也不一定要就思考 什么复杂的东西 其实这个 道干经 我们这次是本来是讲这个 主要是讲这个十二因缘 讲的稍微比较简单一点 但是呢 因为这些 他这个里面就本身就有这些 这些内容 就就比较复杂的内容 所以这个 也不一定 不一定适合这个初学人 我觉得还是要看他的 之前的这个基础 我们的 这个 这个社会上学到的 这些学校里面 学到的这些知识 在这样子的思维的时候 也用得上 如果有这些基础的话 虽然是初学者 但是应该也可以学 应该没问题的 那如果是像现在 先暂时不喜欢 这么复杂的这个思考的话 那先可以暂时不考虑这些 都可以